第十四天 上帝永远是爱你的上帝 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 到那日 我必建立大魏倒塌的账目 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修造 像古石一样 上帝永远是爱你的上帝 并非一个口号 而是一种深刻的属灵经历与任性 特别当我们因自己的罪 而深感懊悔时 更需要沉浸在上帝的爱中 让自己从内心深处 接受上帝对我们的爱与数 唯有在上帝的爱里 看到自己的阴暗面 我们才能更真实地体会 上帝的宽恕与修复的深厚恩典 在将临期这段预备时期 我们特别需要反思上帝的爱 如何在我们生命中运行 阿摩斯书所呈现的上帝 正是以这种爱来对待以色列 尽管上帝宣告 要追逃以色列的一切罪孽 他却同时不断呼吁他们悔改 不断给予他们回转的机会与应许 你当预备迎见你的上帝 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 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 就必存活 这样 耶和华万君之上帝 必照你们所说的 与你们同在 表面上 上帝借先知 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 但实际上 他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审判 而是拯救 不是拆毁 而是挽回 这信息在最后的结语中 最为明显 成为全卷书最关键的段落 上帝定义 不将雅各家灭绝静进 而让那些愿意悔改的人 有日可从被掳之地归回 重建荒废的城邑 而想安居 在经历战火的土地上 农耕而获丰收 然而 这个未来的新景象 丝毫不是靠人的努力去达成 而是完完全全 出自上帝的恩典 到那日 我必建立大魏倒塌的账目 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修造 像古石一样 上帝真正要重建的 并非诚意 土地 民生或道德 而是 他与选民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 早在以色列最太平盛世之时 就已经受到破坏了 因此 上帝这次的介入 就是要亲自重建 这个 他最为重视的关系 反思 在你走过的人生中 哪些经历 令你的日子变得黑暗 无论这黑暗感 来自自己的罪 或别人的罪 它们都给你带来 无助和孤单感 当你今天回望这些日子 你能看到 上帝在其中 为你注入了什么恩典吗 请描述在过程中 你所经历的上帝 和他对你的爱 祷告 上帝呀 感谢你没有因我的不完美 而放弃我 亦没因我的罪行 而不接纳我 感谢你 不惜让你的爱子 亲临世间 为的是救赎我 恢复与我原有的关系 上帝呀 又求你赐我恩典 去爱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今日读经 阿摩斯书九章八到十五节 主耶和华的眼目 查看这有罪的国 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 却不将雅各家灭绝静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出令 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 好像用筛子筛骨 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 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 灾祸必追不上我们 也赢不着我们 他们必死在刀下 到那日 我必建立大魏倒塌的账目 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修造 像古石一样 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胜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 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耕种的 必皆许收割的 踹葡萄的 必皆许撒种的 大山要滴下甜酒 小山都必流奶 我必使我民 以色列被掳的归回 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 栽种葡萄园 喝其中所出的酒 修造果木园 吃其中的果子 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 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 这是耶和华你的上帝说的